嗨 各位傻財賢 我是寶可夢 現在我們在的地方呢 是台灣高鐵站 然後你看上面的這個表白就知道 我們等一下呢 就要出發去台南了 哇 今天呢 會有非常多很精彩的行程要帶給大家 大家敬請期待唷 在鄉間小路走走 對 就這裡喔 我們現在呢 已經來到了這個 成大數位工廠的這個入口處 哇 等一下呢 就帶大家進去準備腳腳步 嗨 我是寶可夢 我現在已經來到了這個 我們往中的成大分堂 那這個成大分堂非常的特別是 它是一個非常新世代的未來副位銀行 所以它裡面是這個 像是20號住業 到底它怎麼玩呢 給它帶你去看看 但我現在手上有好多零錢喔 我先把它收為進去銀行的帳戶 來 走啊 看看 不同的機台喔 那今天要使用的機台是這個 它可以存錢也存錢 重點是它可以存零錢喔 等一下就帶你走走 那第二台的話就是單純的提款功能這樣子 所以呢 我必須要有大幅的這個金融卡 然後來進行存販喔 來 放進去 然後這邊選存款 然後按確定 就可以選擇硬幣 或者硬幣現倉這樣子 你看 那現在這邊已經打開了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錢 放進去了 哇 全部都進去了 51塊錢 好 確認 好 那 介紹完這個 它外面的存體管理之後 正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非常漂亮的 台南服飾會的風格 它其實最主要是跟大家介紹 我們台南的一些小吃喔 像這個文薑牛肉湯 或者是中式蝦捲 其實都是非常好吃的 很棒的在地小吃 或是所掌柴蛋 那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欸 第一個 你看到我們都是這個 所謂的鏡頭 你看 它這邊馬上就可以被認出 如果你有在分行 建檔管理的話 其實你只要看一下鏡頭 它就會邀請你 就是 歡迎光臨 這就是這個數位分行 非常厲害的地方 我們繼續往裡面等 那進來分行的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要 其實呢 你不見得真的要到分行來 就是直接去 你也可以在APP上面去 你登入有工銀行的APP之後 它這邊有一個 分行預約 你點下去之後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VR 承達數位分行 然後 按這個 允許 然後 進去之後呢 OK 它這邊這個角度呢 它有一個VR 取號的部分 然後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按立即取號 欸 就有了 所以呢 你取號不見得真的要到分行 你其實可以在手機上面 就可以進行取號囉 是不是非常的便利 那這裡居然有三個平板 這個平板可以幹什麼呢 其實它有幾個不錯的用處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進行這個 匯率的查詢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使用平板來操作就可以 你就不見得一定需要用紙本查詢之類的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它這邊也有信用卡的申請 所以你不用拿紙本的去填寫 你其實也可以在這邊按一按 然後東西拍一拍其實也可以申請 或者是你直接用手機來進行信用卡的這個申請 其實也是不錯的 好 那這個櫃檯呢 有幾個不錯的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一些功能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在這邊進行這個交易的部分的話 它這邊其實是可以用這個所謂的 這叫數位的 E Note 這是數位的E Note 那這個數位E Note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現在基本上都是五指畫的 好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做這個資料上面的驗證的部分 其實只要這個筆拿出來 然後簽下去就補合資格 然後簽給大家看 好 有沒有 欸 那你資料就送出去了 好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盡量都是採用數字 那還有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這個 小的機器 這是什麼呢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叫做 掌進脈 有沒有就是 武功 你這樣子呢 你上去的話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如果你有註冊你的資料 那你當然你要進行這個交易驗證的時候 你使用這個掌進脈就可以確認你是本人啦 所以呢你甚至連帶印章都不用帶 用這種方式就可以很輕易的就是 資格確認同國 那再來就是要跟大家介紹說 其實你也可以來這裡做這個你的數位帳戶的這個資格驗證的提升 因為我們通常如果開完戶都是只有第三類的這個身份驗證嘛 所以你的 你只能夠把你的帳戶的錢賺給自己的外面的戶頭 然後最高就是一萬塊錢 但是如果你來帳戶做全線提升的話 你可以最高是多少 20萬 當月 當月 當月累積20萬 所以你這樣子自己在做資金運用基本上會比較簡單一點 而且你現在有個活動喔 如果你拿來這個這個成大分合來進行驗證 還有 將 還有升級好禮 那升級好禮第一個就是會送你這個 非常可愛的這個大戶的限量提帶 有沒有喜歡貓咪的一定要來拿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他可以自己抽獎是不是 對 那就是自己抽囉 對 後面有750塊或是維修電影票 750塊或是維修電影票 來看看寶可夢的手氣是怎樣 來 來抽一下 來 欸我抽一個就好了 這個是什麼 750 好啦也不錯啦 就是至少也是賺個50塊 那我覺得維修電影票應該比較少吧 哈哈哈 沒關係 開心就好 重點就是要來提升權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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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很特別的這個東西 這就是 你可能會以為他只是一個單純的會客室或是怎麼樣 但實際上他可是有選金 你看 登登 有沒有 還好他馬上就被負責 哈哈哈 所以說呢 如果你在裡面跟禮磚做對談的部分 其實都是非常具有隱私性的 所以 人家也不會想隨便亂玩 但是呢 其實你看 改物或是改亮面其實都是 還滿有趣的 所以大家就是不用擔心你的隱私會外洩 在裡面講話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這邊呢 其實 這個地方就有點類似 禮磚會客室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但是如果你有就是你要做這個投資管理上面的需求的話 我們台南的這個分行呢 他其實也可以幫你預約這個禮磚 然後你可以在空中 就是在線上的部分 然後你坐在這邊 就可以跟禮磚來做對一個對談 這是一個比較方便 而且是比較先進的方式 你不見得就是 一定有一個禮磚面對面跟你去聊 但是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其實也是可以 無國界 或者是說 你在台南 底磚在台北 你也一樣可以做到這個 這個底磚的諮詢的部分 這個是他還滿不錯的地方 好 那最後的部分呢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當然就是我們現在的開戶好力啦 好 我們這個大戶呢 又推出了很棒很棒的產品 你看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發財水 這一定都是從銀行的金庫放了多少 七七四十九天 做過加持之後 然後你就帶回家 放在你家裡面的財位 你一樣就可以跟你一樣發財 這是很棒的 除了這個發財水之外呢 當然還有我們大家最期待的 也就是我們大戶的 本季最新的限量贈品 那這是什麼呢 看過我們影片的人都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 寶可麗香水組合 之前有介紹過的是 黑色款跟紅色款 那現在又多了另外一個很棒的顏色 這是這個藍色的款項 來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我來看一下 哇 有沒有 非常的漂亮 在這裡 其實不論是黑色紅色 或者是這種淺藍色 都非常的亮麗 也非常適合大家就是 想辦法來擁有這個精品 我來看一下它這個味道是怎樣 哇 還蠻香的耶 因為我覺得 男生有點類似像是古龍水 那這個淺藍色的部分 其實不會非常的濃 然後也是 男生也是蠻適合使用的啦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 不論是 一入兩入的款式都非常的棒 也非常歡迎大家就是 盡量的來參加我們大戶的開戶活動 這些獎品你都有機會帶回去喔 那至於要怎麼玩呢 就是請要關注我們的粉絲頁啦 最新的消息呢 我們都會在粉絲頁 有我們的部落格公告 那你歡迎大家一定要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喔